能量会改变生活质量 每个人需要有一个念头出来 这个念头是我坚强 我一定要好好学佛 我要成菩萨 你这个念头如果是很强 愿力就来了 但是什么叫分念之后 能量就变弱了呢 因为你又在想 哎呀我能够坚持吗 我还有这么多年啊 我受得了吗 我学得下去吗 万一中途有了变化 我不能继续吃素怎么办呢 这些想法就会把你的心念分散 这个时候 你自己的心念 气场和能量就不足了 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你怎么会对别人产生信心呢 所以你们去度人的时候 因为自己信念还不坚定 自己都会讲得难为情 你要相信啊 很灵的啊 因为你自己的心都是虚的 因为你没有好好修 你自己都不灵 你去跟人家说灵 人家会相信吗 为什么神经病令人叫精神分裂 因为他们的思维是分散的 一个光是聚在一起 照得远 还是分开了照得远 道理是一样的 当一个人每天动念头的时候 因为念头一动 你的心就动了 实际上 念头是有你的心在控制着的 杂念多的人 就是你的心太杂了 所以 心是产生欲望的器官 是否有欲望 是由你的心决定的 广告说 心动不如行动 心里动了 你就会行动了 很多女士跑到商店门口 心就动了 想买东西 看到这个好 那个好 就进去了 那么 人的这个能量场 是由什么来控制的呢 是由我们的心来控制的 你今天 心欲望越来越多 你的能量场 就越来越分散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你是不是会能量分散啊 对外产生的作用力就小了 也就是说 没有力量了 比如说 我们的手有五个手指 大拇指也要 食指也要 大家都要 这个手一分开 你说五个手指会有什么力量呢 如果握成一个拳头 我就要一样东西 我用五个手指抓一样东西 很快就抓到了 道理 道理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能量分散之后 能量就会越来越小 你保护自己的能量 就越来越弱了 一个人生一个病 是很容易治疗的 过去 医生经常讲一句话 你只有胃病 我很快把你的胃病治好 你今天只有头痛 我很快把你的头痛治好 你今天只是腰不好 我很快把你的腰治好 人最大的问题 是跑到医生那里去说 医生 我的头痛 眼睛也不好 鼻子不舒服 喉咙难过 心脏也不好 肝也不好 那么 医生治疗在哪里啊 能治好吗 现在 大家明白了吧 因为 能量全部分散掉了 如果你 你心的欲望越来越少 你的能量的凝聚力 就越来越强 所以 你对身体之外 产生的能量就越大 你就越能够保护自己 当人家在你面前说 你先生的坏话 你因为知道自己的先生 你相信自己的先生很好 你的心很有能量 你就不会去怀疑先生 所以 人在无私无欲当中 在没有私心 没有欲望当中活着 你就会拥有 清净淡薄的人生 其实 在佛门的禅宗当中 这就是禅的境界了 为什么 坐禅人的思想 要绝对集中呢 坐禅 坐在那里 一点都不能分心 脑子 什么都不能想 你才能思想集中 进入空性状态 就是这个道理 要想抵御外来的侵害 你必须能量充足 也就是说 你今天身体强壮 别人伤风感冒了 也传染不了你 你今天身体本来就不好 别人一伤风 你就感冒 因为你的能量不够 念头 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一个人 坏念头越多 这个人 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如果 一个人的眼睛 迷迷糊糊 无精打采的 这个人 就是没有精神力量的人 师父 只要看一个人的眼睛 就知道 这个人 是否有精气神 你们去看吧 整天沉浸在男女之事 当中的人 眼睛 都是没有神采的 因为 他的精气 都走光了 他哪来的神采 一个人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个意念 都能产生能量 一个人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所产生的能量 是从一年当中来的 也就是 从他的心来的 所以 是一种能量体 师父 在这里 给你们仔细讲一讲 实际上 当一个人的脑子 在想事情的时候 他的脑电波 是一层一层 往上传的 今天 想要一个townhouse 小楼房 明天 想要一个house 花园房 后天 想要一个海边的房子 他这个脑电波 散发出的能量 在天空中飘 而且 不受时间的限制 很多人认为 我今天 刚想出来一个意念 这个意念 飘到天上去 你们以为 一个小时后 就没了 不是这样的 而是飘上去之后 一直可以在天空当中 存在着 下面 跟大家讲精彩的道理 很多都是科学家发现的 为什么 当一个人 一心一意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很容易成功 因为 因为他的意念集中 如果 这个人 三心二意地 做事情 他就不能实现目标 你们去想想 如果 一个人在这里 坐坐 那里坐坐 他一定会 做错事情的 所以 人 所发出的意念里 是非常神奇的 人在这个世界上 对很多 看到的东西 都会感兴趣 对没有看见的东西 也会感兴趣 你没有看见的东西 人家跟你一说 你也会很感兴趣 实际上 这个就是由 你的心和意念 发出来的 因为 你对这个事物 感兴趣 在你的脑子里 一旦形成了概念 你的能量场 就会通过大脑 到心 一层一层地去作用 就是 一层一层地去想 你们去看 在医院里生病的人 他的测脑电波的仪器 是低 低的声音 他就是 脑电波在动 当一个人 乱想 做噩梦的时候 脑电波的仪器 就会扎 扎地乱跳 你们在电影里面 都看到过的 这个能量场 通过大脑 产生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 用佛法讲 就叫意念力 意念的力量 所发出的能量 有的强 有的弱 看得出来 如果你的脑子里 很恨这个人 对方能够通过 意念力 感受到 你就是把眼睛 闭起来 对方都能感受到 这就是脑子的意念力 他很爱你 你看看他的眼睛 你就能够感受到 他对你的爱 这些全部都是 意念力的作用 德国科学家 用盲人 做过一个实验 让他们在相互之间 还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用意念说他 很爱对方 盲人看不见 就坐在那里 用意念说 我很爱你 对方就上去说 他很可爱 因为交流后 就会产生这种效果 所以 不一定要看得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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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